以宗教作為核心的唐卡藝術所涵蓋的領域非常廣泛 涉及藏族歷史、政治、文化及信仰 其中多以佛像為主 被稱為藏族文化的百科傳說 目前在列治民地區展出多位藏族傳統藝術家的唐卡作品 現在跟隨我們共同領略屬於藏族文化的色彩 唐卡藝術至今已有1300多年歷史 各有非常濃郁的宗教色彩 其中它畫內容非常豐富 將古老藏族文明充分展現在赤幅之內 唐卡在中國藏族文化傳承中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 唐卡創作的工藝繁複 需要經過雕像、精雕、細雀的巧手 通常一件唐卡的作品需要至少半年 甚至十多年的時間才得意完成 當中所用的原料更是極其講究 唐卡不單看現狀文化的精髓 當中更有吉祥的寓意 其中的原料是一切的 因為唐卡是可以經過千百年不退色的 這是很難得的 所以唐卡的原料都是寶石、珍珠、礦物原料 非常珍貴 所以唐卡畫師們可能要走很遠的路 去找這些原材料 並且用植物調適這些原料 唐卡不單看現狀文化的精髓 當中更有吉祥的寓意 展覽之中一幅藏色的裝表 以金銀、馬路、蟲石等多種礦物補石而成的作品 綠道姆就是代表作品之一 綠杜姆是關音菩薩的化身之一 它可以解除疤難並且保護婦女和幼兒 我們平時稱作的財神在藏族文化之中 叫做黃財神藏文稱為諾拉 財神在華裔文化之中不可缺少 對於藏族文明亦同樣疑似 黃財神是一副熱供糖卡的黑金糖卡 黑色是藏區植物燒製之後形成的碳 金是純金 黃財神手中抱著寶物 左手持黃釉,黃釉嘴中含著寶物 然後他腳下踩著一個海螺 也就意味著他能夠探海取寶 今次唐卡的藝術展有22幅作品展昌 而明天12月18日就是最後一天 今天的優秀活動展昌講到這裡 黃財神 黃財神 黃財神